原创Podcast 你农我农 马来西亚绿峰农业公司推出的原创Podcast 你农我农 温馨上线 每周给大家分享农业知识和名人观点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农我农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叶片黄化的问题 叶片黄化就像医生医疗咳嗽一样 虽然症状不变 但并不容易对症下药 因为黄化实际上牵涉到非常多的因素 包括缺微量元素如木 铁 锡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黄化 打量和中量元素更不用说 尤其是缺氮 煤 缺柳 都有黄化的现象 牵涉到黄化的原因 毫不夸张的说 有上百多种的原因 那又怎么说呢 刚刚说到气大雀素黄化的情况 还要考虑到土酸性碱性的情况 还有土壤质地属于沙质地 黏土 黄土等等 另外同时也要考虑到根系的发育 正常与否 微管素有没有受伤 气候的异常变数 失陪频率 种类形式等等 如果通通把它考量在一起的话 那就会有上百多种造成黄化的可能原因 常常互为因果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所以在对付黄化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能先列出所有天间可能的原因 再使用排除法去归纳 否则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也是很难找到治疗黄化的根本问题 不过 如果是生理性缺数的问题 基本上在改善后的七到十天内 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 比较棘手的是和根系有关的问题 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做诊断和提出解决方案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